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切割的話 其實有兩個方法可以完成 當然我們前面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你可以用文字 你可以把它當文字來切割 如果你要把它當文字來切割的話 首先的話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用所謂的Test函數來做 這個Test函數 因為如果你不用Test函數 你不是沒辦法把它的資料真的做切割 這個好像我們在第一次上課裡面有提到那個 就是計算它幾年次的部分 我們是把它先轉換成它真的文字 之後再來做切割 第二個的話可以用日期函數 也可以用Year、Month、Day、Week Day 那後面如果10分秒的話 那你一樣同理可認為有Hour、Minisecond 所以我們今天假設兩個方法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如果要取得它的年的話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當然文字來看待不是說 叫你直接切到那個文字類的函數 裡面呢那個什麼 有那Left Left的話 以前的做法是怎樣 這個字給它 前三個字 那你會發現 理論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110 但實際上我們切割的話變443 你想說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格式 跟它真正裡面的資料 是不相吻合的 那為什麼不相吻合 我們可以先做一個動作 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我如果要把它恢復成它原來的資料喔 也就是說我把它裡面所有的格式都去掉 的話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它出現的就是4434 那什麼叫4434怎麼來的 實際上這個4434 就是根據那個官方說法 就是跟有一個日期 比較是這樣 哪一個日期 1900年的1月1號 相比較之下 跟這一天比 相較之下 它經過了44347天 那如果1900年的1月1號 按右鍵儲存的格式 那如果再把它改回通用格式 它就是1啦 也就是說它是1 那也就是說一個日期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整數啦 哪一天就是 就是它跟1900年1月1號相差的天數 那得到的就是一個數字 那為什麼會變成是我們剛剛的格式 實際上就是我們再把那個格式加上去的 就是說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把格式加上去 讓你看不出來 原來它裡面是一個整數 OK 另外的話順便看一下 底下now跟那個today有什麼差別 如果一樣把兩個選起來 改回通用的話 剛剛today的話是一個整數 可是now的話 ok 你可以發現 那為什麼多了 這麼多的小數位數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也就是說呢 後面其實是有時間的 那時間呢 基本上 它就是 怎麼樣 怎麼樣 一整天 一天的話就是24小時 也就是一個小時 就是24分之1 除完之後 所以如果 一直到現在是19點 所以變成說 它 到這個 19點的話 就是0.79 OK 所以如果我用那個格式加上去的話 看到的才是我們看得懂 所以實際上 它背後 所儲存的 日期一定是個整數 那時間的話一定是小數點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說要分別取得我要的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的話 用test 那test 我前面有講過一個 固定的邏輯 固定的規則 1.請你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然後怎麼樣 把這個制定裡面的 這一個 公式複製起來 為什麼要複製 因為可以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的test裡面 test裡面的那個 按確定 先把這個複製之後 2的話 如果我要取得是前三個字 那我先用test來轉換 所以文字類裡面的那個test 然後呢 剛剛複製的公式 請你把它放在formate test 不過它是一個test 所以請你在formate test 這個前後 加上那個雙引號 把公式貼上 你不要管說公式裡面是什麼 那我就把它貼上 value部分的話 就是直接把剛剛的這個資料 帶過來 經過formate test之後的話 它就真的幫你轉換成 我們要的文字了 OK 所以就是把剛剛 我們沒辦法切的資料 透過這個formate test 真的轉換成我們要的資料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是真正我們看到 眼睛看到的資料 就是透過test 轉成真的的文字 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 我只要黏的部分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 減下來 再插入那個laps函數 沒有laps 那這個時候的話 再把test 剛剛剪下來的東西 貼到test裡面 輸入no.chars 輸入3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按確定 那就是113 那月的話呢 同樣的方法 插入函數 這個時候就不用laps 我們用mid ok mid的部分的話 按確定 那test一樣把它貼上 然後從哪個字呢 如果05的話 那從第四 第五個字 取三個字 ok 那就05 跟這樣 取兩個字 跟這樣 05 按確定 那同樣的方法 日的話 就把這個公式再複製一下 其實 就是把位置改一下 所以貼上同樣的公式之後 把這個 也是要兩個字 把第五個字 這邊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按確定 ok 那就31 意思類推 那周的話就是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個字 所以把公式貼上 那再把它改成 第十一個字 讓它取兩個字 那周期就出現了 ok 其實十分秒同樣的方法 所以請各位 先試著做做看 ok